春暖花開 後棉被後外套準備退場 路上行人已經有人穿起 短袖背心 21號是春天的第一個節氣 春分 真的可以感受到春天來了 今天的溫度會比昨天稍微暖一些些 明天的溫度會比今天稍微再暖一些些 明天星期三將是未來週 溫度最暖的一天 週二 週三除了東部有零星降雨 天氣大多 暖熱穩定 全台高溫可以達到30度上下 週四封面逐漸靠近 北部東半部降雨機率高 到了週末 隨著華南雲雨區和東北季風報道 各地都有降雨機率 天氣形態轉為濕凉 北台灣氣溫更是溜滑梯 高溫即降10度 隨著封面星期四 星期五接近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中南部的溫度 變化比較不大以外 而再明顯各地溫度下降 就是在週末開始了 東北季風難下 加上華南雲雨區大概各地都有降雨的機會 所以各地的溫度都明顯的下降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南部水晴 這波春雨是否能稍稍解渴 氣象局預估可能有點難 南部地區在週末 比較容易降雨區是在山區 以解渴程度來說 這種雨一次要舒緩的現象是不太容易的 南部及東部地區降雨較少 零星降雨大多集中在近山區 不足以讓水庫解渴 想要解旱象還是只能期待五月沒雨 靜心玩蔡玉如黃紅塑膜的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近身近美 近好新聞